北京时间周日晚,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月份交割的大豆期货最高报价,为美普什尔9.23美元,为6月19日以来最高水平,涨幅高达3.2%。与此同时,玉米和小麦期货也大幅上涨。 这让此前压住市屯粮以期卖得高价的美国农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曙光。失去中国,美国农民损失98亿美元。 事实上,在中国市场向美国大豆关闭后,由于价格暴跌,美国中西部地区一度引发了农业萧条,导致农场破产数量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 此前据综合媒体报道,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其市场通常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60%,然而在今年中国大幅削减了进口量,几乎是完全停止购买美国大豆,这给美国农业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美国农民在大豆无路可销,又无仓可处的情况下,只能任由其腐烂,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压力。 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部预测,美国今年的农业净收入将为657亿美元,下降98亿美元,比2017年下降13%。 但真正的担忧尚未到来,因为对于美国农民而言,2019年似乎仍将是一个动荡的一年。 美国农民又被卖了一措施出口时机,全球最大农产品交易商之一的加吉指出,美国可能已经错过向最大买家中国出售大豆的最佳时机,南美收获即即将到来。 据彭博社4日报道,加吉北美股物业务董事总经理鲍德勒说,中国买家通常会提前三个月左右购买大豆,届时南美将进入收获季,尽管如此,中国在措辞方面的转变,即现在希望购买美国商品,是一个积极信号。 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共进晚餐,虽然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的25%报复性关税仍然没有松动的迹象,但两国已同意在90天内暂缓贸易战。 白宫方面还表示,中国同意立即开始从美国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这引发了人们猜测,美国可能有机会在大豆大量堆积时即将其出口到中国。 美国农业部长破度周一在芝加哥表示,他预计中国将在新年前后恢复大豆采购。 美国大豆还能回归中国市场吗?尽管情势发生了转变,大豆价格也回升了,但农民们担心美国大豆,空降永远不会回归中国市场,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在南美洲,寻找到了新的来源。 来源一,阿根廷。阿根廷是全球最重要的大豆生产国之一,总部设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贸易委员会表示,阿根廷将大幅增加。 对中国的大豆出口,从过去几年的平均700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1000万至1500万吨。 委员会还表示,南美国家大豆出口的增长,直接归因于美国大豆对中国出口的下降。 中粮国际阿根廷副总经理邹耶生也表示,明年中国从阿根廷进口的大豆,约为1000万至1200万吨。 来源二,巴西。 巴西也是另一个重大来源,预计2019年,巴西将生产创纪录的大豆,并将增加对中国的出口。 而且美国大豆出口价格与巴西出口价格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这让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上更加具有竞争力。 振奋人心,南海传来一个好消息,美国措手不及。 过去的质疑,如今的强盛,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甚至比二战后,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更加完备,更可持续。 虽然目前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正在利用国企提升国内外影响力,稳不敢超美国。 而相反,美国正在走下坡路。 众所周知,我国的吹田造岛技术,已经走在了金字塔的顶端。 近年来,我国在南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甚至多国来求中国的吹田造岛的技术。 可以这么说,美国中国挖泥船相助,谁也别想在海上轻易造一个岛出来。 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宫在中国这里变得出手可及,想想真的是自豪。 然而就在近日,在南海永蜀岛上又传,来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 专家在永蜀岛发现了地下淡水,并且出水量极大。 完全可以满足灌溉和饮用的需求。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算什么好消息,南海游水不是很正常。 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永蜀岛是南沙群岛中的一个大型岛礁,面积达到了108平方公里,其中永久陆地面积达到了2.8平方公里。 永蜀岛是永蜀礁西南礁盘上的人工岛,事件称永蜀礁西南岛。 并且永蜀岛建有机场、永蜀医院等。 以后这里将会成为中国在南沙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岛上还建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洋观察站。 大家都知道,水是什么,水是生命源泉,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是几天不喝水你试试。 虽然永蜀岛面积很大,但是由于是一种人工岛屿,淡水资源非常的缺乏。 岛上的淡水资源都需要从内陆运过来,这也限制了岛礁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建设永蜀岛,还特地派遣多名工程技术专家,带队前往永蜀岛探测地下水储量。 专家在永蜀岛上27个点位作为样本进行钻探勘测,令人惊喜的是在27个点位中,有11个点位发现了地下水。 不仅可以解决岛上一些人员的生活用水,而且也能为永蜀岛的扩大和建设,提供最基本的后勤保障。 有了地下水自我供给,那么就不再需要从内陆运水过来,大大节省了运输成本等等,并且岛上的人还可以种植粮食和蔬菜了,实现自己自足。 随着岛礁上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岛内的资源相对充足,医院医疗等将会更加完善,这对于我国海军和附近捕鱼的渔民来说,都有很大的好处。 并且这次在永蜀岛上发现了地下淡水,那么其周边的岛礁,也有可能存在大量的地下淡水。 也就是说,南海岛礁只要有充足的淡水资源,在不久的将来南海就会多出更多可以住人的岛礁,更直接点的说,就是可以为我国增添不少的可用的国土,也能为我国开采南海资源,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以我国的基建实力,建设人工岛,根本就不算个事。 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快慢,跟资源有很大的一部分关系,但是就在去年我国在南海发现了可燃兵,并且失踩成功,这次又发现了淡水资源,也能为我国工作人员将来在南海能大量开采可燃兵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公知汉奸,都在鼓吹中国在南海,东海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争取维护临海主权,颇有微词,说那些都是无用的荒岛而已。 这下知道我国为何要建航母,造潜艇,大力打造大国海军,南海部署了吧?美国一直对我国南海区域虎视眈眈。 但是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明,在我国没有一块剩余的疆域,某些国家更不要侵略,否则,定以十倍的利器反击。 南沙是我国的战略重地,必不可能让别人染指。 从2015年该郊盘田海造陆工程基本结束以来,已经有超过400栋各式建筑物拔地而起,其中包括数个防空导弹发射阵地,反舰导弹发射阵地,可以容纳油料等战略物资的大型仓库,以及具有跟踪其他国家活动的雷达设备,与本土联系的通讯设备,公助扎载主币郊士兵生活的一系列设施等等。 除此之外,主币郊还修建了,可供7000吨级战舰停泊的码头,可供大型飞机起降的三公里跑道等等。 现在以龙鼠、主币、美己为远新,以1000公里为半径,三者重叠区域基本覆盖整个南海,每个岛上部署一个中队石架三代机,三个基地部署一个团三石架三代机,整个重叠区域三基地相互照应,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相信有了这次淡水资源的发现,以后我国在南海的建设,也会随之越来越强大,比气也会越来越足,美舰机在想对南海有什么想法,可就要掂量掂量了。 不信,咱们走着瞧,中国必用美日飞炒作中国南海主权,提前布局战争应对之策,迫使美国航母,战舰不战而退。 南海仲裁决定之前,中国率先派出两艘最先进094A核潜艇,携带48枚核弹头,潜伏在加勒比海深海区。 中国还派出35艘094A、093B核潜艇和常规潜艇,携带着核弹头和常规弹头分别潜伏在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以应对美国盟友航母支援美国在中国南海闹事。 这个布局就把美国航母、军舰、飞机此次的封锁在南海,与美国盟友航母舰队分离开来,使美国盟友海上无法支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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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